好,各位朋友,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开始来进一步的思考 当我们用表格写作的时候,要怎么做 基本上呢,我先做个小小的示范 那我们再强调一次 网路上呢,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图文整合 各位可以看到文字,文字,声音,照片,文字跟声音 那这个呢,是什么?文字跟video 这是各位呢,常常看到的这种状况 各位常常 这是各位常常看到的状况 那基本上,这些都是用表格做出来的 或者比方说呢,各位可以看 像我这一个,这个也是这样写 这是一个蛮大的照片,对不对 照片,然后文字还写在照片的上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文字,这里还有一个video 那基本上这边有一个video 那各位也不用管 你看这个有没有,这个也是用表格堆出来的 我们在练习这种图文整合写作呢 刚开始我们一定要善用什么?表格的思考 我们一定要善用表格的思考,先练习 因为用表格练习呢,文字加照片加图形的整合 它所可以形成的一个效果 慢慢的这个东西有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有更多变化啦 用表格或DIV,那不管,我们刚开始先 因为这种写作方法呢,一下子刚开始不是你既有的写作习惯 你以前呢,要么就是练习拍一张照片把它拍得很好 要么就用练习用文字把它写得很好,对不对 要么就是把video什么样拍得很好 那我们要整合,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个最基本的技能,就是用表格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的 这其实不是我这样子啊,各位可以看 这是我经常在参考的网站,就是我东逛西逛 你看这个东西,像我们一看都知道这些都是用什么 都是用表格堆出来的,好不好看,对 而这种阅读的习惯跟阅读的感觉 基本上是最适合什么,最适合萤幕阅读 你看这些基本上看,一样啊,这个都还是video 对不对,那这些都是一个什么,你看,块状阅读 一块,一块,一块,而这个都是图文整合 它都是用表格怎么样,用表格一路把它堆出来的啊 这些都是用表格一路把它堆出来的啊 你即使看到这个东西,都是用表格一路把它堆出来的啊 所以现在你可以理解表格的,表格的重要 像这个也是啊,这个是,就是我自己的啊 我在,我跟你讲过,这边有我的教学部落格啊 那基本上有我的,有我的多媒体写作的一个教学的部落格 这边有很多,有很多,当你开始读完我的书 或者都对我的书有基本的理解的时候 你再回来这边看啊,它有很多更进阶的 更运用的概念啊,像这个东西就是啊 更进阶跟运用的概念,就这样 像这个啊,你看,最基本的,你看最基本的啊 你看,这个什么啊,图跟图说,这个也是表格啊 这是用表格,你看,很简单,图跟图说就很漂亮啊 所以,整个表格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做,我们就开始来做表格啊 以前,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听了很多东西啊 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把这些有的没有的技能呢 把它综合起来,当然,我们开始呢,先把composer打开 然后呢,我们先把composer打开 然后呢,我的习惯啊,我习惯先把它改成MIG5码 当然,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然后呢,123先按3下,争取什么 可编辑区域,把它打开 然后开始啊,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这时候呢,试着来做一个什么,四格的 四格出来了,就是这样子 做表格呢,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过失 如果你已经想好,表格想好的话 你要先把图片或者video,先摆好,先摆进去 先摆这个,再写文字,为什么 因为这样适合,我们在排榜也适合 你有,当你有照片在写字的时候,比较有情绪啊 那你要先思考,我要放的位置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呢,要开始来插入一张照片 这里要插入一张照片,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一再强调啊 照片啊,video啊,文字啊,都要现在放在什么 网路空间,对不对 我们一样用Dribux,我们已经讲过的都变了Dribux 对不对,这里有个public Dribux public,这是我的啦 之后,最后一个,下一个我们就会教 你不用担心,image 你看有了,就是这张照片 我们要按右键,有没有,这个Dribux 好,把它的什么,网址把它copy下来 就是很简单,这里照片 这里有照片,对不对 照片,我们怎么样把它贴上,就会是这样子贴上 然后不要使用替代文字 尺寸呢,我们大概,它是400 我们大概不用那么多啦,280就够了 280,OK,确定 你看,就进去了,照片就进去了 然后再过来,你可能会觉得说,哇,怎么办 这里被撑开了,你不用管它,撑开就把它拉回去啊 你看,到这边,有没有 这个地方其实是什么,告诉我们这一格的宽度 你看,当滑鼠变动了之后 也没有拉过来的,对 你其实呢,为什么要先插入照片的一个好处 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已经有照片在这边了 其实你拉过头呢,电脑会自动帮你判断 不会让你拉过头,你看我们已经拉过头了,对不对 电脑绝对不会让你拉过头 这样子,但不就进来了吗 对不对,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这边我们就可以写字了啊,对不对 这边我们就可以写字了 我已经先把字弄好了 我已经先把字弄好了,我们怎么复字 对不对,字我已经先打好了 你其实也可以学我啦 你也可以先弄好,把字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一边打一边写,其实这个地方是没关系 贴上,字就进去了 有没有,字就进去了,OK 然后这个地方呢,可以给他什么 可以给他字中 我们去综合练习,那这个字呢 太大,对不对 字太大,我们就给他怎么样,小一点 要不然呢,你可能要做某些 删删剪剪,对不对 小一点,有 就很接近了,要不然呢 把它删掉,你也可以直接删啦 这个就是编辑的功夫嘛 这样子,你看,这样就很接近了 有没有,有啊,你看 文跟图,基本上就出来了 文跟图就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要是愿意的话呢 你如果觉得文跟图 基本上就出来了,好 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再插入一个什么 再插入一个声音,就像刚才那样子 对,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插入一个声音 可以,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插入一个声音 可以,那基本上呢 你如果用声音插进去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可以的 然后呢,我们节省时间啦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什么 video,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video 可不可以,可以 然后这边是两格,对不对 我们想办法把它变成一格 首先呢,先按一下滑鼠 把这两格都圈起来按右键 有一个储存格属性 有没有,储存格属性呢 不对,按一个储存格属性 你会看到什么 加重选入的储存格 就变成一格了 这边就变成一格了 那我们要把video插进去啦 我们看一下,这个多少是517 对不对,这个是517 你要知道,确定一下大小 517,那我们在youtube 我们到这一个 我们已经有到这一个 这里有一个video 这是我的video 基本上我的video 我们分享,有没有 就用分享,OK 潜入,分享,潜入 有没有,这个是560太大了啦 我们刚才是510而已 所以呢,我们就用510 我们用500就好 大小,他会自动帮你调整完 这个其实不用,没关系 就会是这样子 好了 复制 对不对,复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怎么样 用插入,有没有 插入html 贴上 就进去了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啊 这样子整个都出来了 这样子最基本的一个什么 图文整合的概念就出来了 然后把它存档 我们把它存档 存成 一一一一 好吧,就这样子啦 确定 我们存在桌面 好了,把它叫起来 有没有 最基本的就出来了 有没有 图文 跟video 那基本上就出来了 再过来我们只是做一些什么 细部的修饰而已 这个细部的修饰 首先怎么修饰呢 对不对,这一格 我们觉得让它 自中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 让它自中 对,按右键 按右键 储存格属性 有没有 这一格 这一格 我们让它怎么样 水平是怎么样 自中 套用 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是自中的 OK 那基本上已经自中了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个照片呢 这边还有一个格 我们往下拉 拉一格 按右键 储存格属性 有没有 储存格 我们怎么样 让它自底 可不可以自底 各位注意看到自底 套用 有没有,往下跑了 自底了 我们基本上已经做一些小调整 然后表格怎样 表格把它设为0 对不对 表格把它设为0 各位可以看储存格属性 有没有 储存格的属性 这个表格 表格这个地方把它设为什么 0 把它设为0 套用 确定 那基本上你看 它表格的格线就不见了 储存 就把它叫出来 有没有 你看 这样子 照片 照片 这一个照片 这里有文字 然后还有这一个东西 基本上整个 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什么 所谓的文字 是声音影像一个图文整合最基本的写法 这是网路上 所以说我们说网路的语法 网路的写作概念 会跟平面跟电视不一样 它是整合的 你要思考是 我要放什么照片 然后我要放什么video 还有放什么字 它配起来 基本上整个要表现你的概念是最好的 然后这几个怎么搭配呢 它就会是用一个什么 表格的概念去把它形成 那你可以看啊 这样子 基本上 照片 照片 然后这一个是文字 这个video 整个就整合在一起了 有没有 很简单 对不对啊 那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用表格的都媒体写作的一个最基本 简单的示范 好 那我们先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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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